字幕志愿者 李慧敏 李慧敏近年甚少公开参与电影工作 早前她和好友云祥导演合作 远赴日本拍摄一部男童志的艺术电影 Amanda上来Startalk分享拍摄过程 仍然记忆犹新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和Amanda聊天 Hello,Amanda,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今次在电影中拍摄过程 这一场体验是怎样的呢 也有点刺激的 因为我这个电影是在日本拍摄的 是一个岚叫淡露岛 因为我们遇上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 拍摄那时? 是,我们只有四天的时间 很担心风会影响 有一场电影还在沙滩海边 但是又要起生火 然后当地的居民又怕我们太近的树木 就会烧到那些树 所以结果他们就想了用滑了一个洞 在沙滩边就用来生火 又可以,猜不到又可以 然后又怕声音不行 因为风很大 即是吹吹声 至今又不是太差 又没有下大雨 然后又要一眼观察 因为你知道 如果台风可能会有浪 是 待会被掩过来 我们走不着就糟了 那也挺刺激的 是 但今次这部电影的题材 都探讨了很多东西 即是生死、大爱 很多东西 但对于你来说 你都见惯世面了 但对于你来说 是不是都挺冲击的呢 因为你眼睛 你看到的东西 视觉上是很震撼的 比如说有一场 全部人 全部男生在你面前 我觉得都没有穿衣服的 一坐下那一刻 是一个什么体验呢 问得好啊 当然我不会一坐下那一刻 才看到 是 如果不是我表情就会很害怕 是 是 但其实在预备拍摄的时候 都已经看到了 是 我是挺震撼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这么大的人 应该是你人生 也是第一次见过 又好像这种大场面 没见过 是 那已经见识到了 是的 但我回心一想 其实我想起我自己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小时候 根本就不会关心 就是这些 预备不预备的东西 是 看似人女强盈的Amanda 否白内心感情世界 曾经断言 不会跟外国人拍拖的她 就因为一次音乐成员 在Jazz Club 解厚了英籍老公 两夫妻相处当年仍然甜蜜 你很久很久以前 你说过你是不会跟外国人一起的 为什么会令你由斩钉截铁 不会突然之间 现在挺幸福的 是的 为什么会 很匪夷所思 是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是想要接受 每个人的不同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没有人是完美的 只是能否配合 因为以前是经常想 那是沟通不了的 不是说语言 是文化 我们成长的方法不同 但原来又不是的 是有不好也有好的地方 是 但她的人是有什么吸引到你 令你会决定跟她一起 真诚 因为我们在这个事业里面 不是说个个不真诚 只不过很多人 一部分的人 都是认识比较片面 是 即是人来人去 那变成了我们很难 会跟一个人相处 很深入 是 但如果坦率一点的性格 就会觉得简单一点 她是否和你一起 很快就带你去英国见家人 也不是的 都两年两三年 那次也很深刻 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 但我家人就没有过这个节的习惯 又不知道别人的习惯 原来真的有一只墨 每个人 每个人有一只墨 是装礼物的 即是给圣诞老人放礼物 是 原来有 当然不是真的成功 不好意思 小朋友 第一次去 竟然原来她也预备了我的习惯 我是很感动的 我知道有些人觉得 好像很幼稚 但我不觉得 我觉得很难得 还有令我觉得很温暖 那有没有礼物的 有的 因为每个人都会互相送礼物 那先生现在是不是还叫你做panda 哦 是的 你好像知道很多东西 是 我知道 为什么会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叫做panda 为什么 因为其实是霞音 Amanda panda 还有还有一件事 是 就是因为我很轮盡 我经常会撞到 我经常会撞到鱼 他说panda很轮盡 他觉得是 他经常跌落地 很搞笑 Amanda曾经公开成长经历 21岁的时候 才得知自己被修养的身世 一直想完妈妈梦的Amanda 决定成为领养家庭 修养养子Michael 以致新经历将爱延续下去 那时候我看回以前 可能你最初 你知道了修养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都会挺骗 是否你都会想和Michael 可能我们从小开始去认识 知道这件事 不如这么说 其实每个人都在人生里面 都有不同的学习 我想除了我 我也和大家一样 有了小朋友之后 好像学会了很多 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就是这样 但是会怎样去引导他们 不要好像我们犯的错 因为我自己是被修养 然后我小朋友又是同一个情况 是因为这个心情 写了一首歌 其实我也筹备了一段时间 因为疫情 就推迟了 是 反而我最大的支持者是我的小朋友 是吗 是 我的孩子 我现在四岁多 是 他是很喜欢听你唱歌的 是的 有时我练歌 他会很… 他的眼睛很… 好像很仰慕我这样的样子 是… 也挺开心的 你应该现在开始 已经在想他 不想他长得这么快 我觉得轻松一点 你的能力给他 他又会有一个好的能力 是 Amanda声带生减问题困扰多时 近年逐渐回复水准 有意重返乐坛 也都已经为自己定下目标 一说起李维文 这个名字 我们一定想起几首歌 是的 就是 《活得比你好》 《你没有音乐结果》 就是这些歌 你觉得那时自己 在音乐事业上 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是 红得很快 一下子就 很多人都会很… 其实都不是的 是 其实在大家知道我之前 我估计也有Echo 是Echo Echo Echo两年 Echo中间有几年 是 所以都不是即刻的事 但你最初入行的时候 总会遇到 因为这个圈子中 可能很多 很多利害关系 很多东西 你是不是都会觉得 突然之间很复杂 那个环境 是 我最初是很适应不到 是 因为我本身是很直的人 是 后来就知道 就是经常被惊人罵 是 因为直 是 我那时 和很多人一样 我没理由不做过自己 我可以说大话 是 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做人 你那时候要多久 才可以自己 协调到自己的心情 在这个圈子继续 那我去看书 去看书 看了很多关系学 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 和说话的艺术 那些 因为太直 所以要看说话的艺术 是 真的 我觉得有用 是 那最后呢 都叫做OK 是 那其实你也有 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你有没有 在你音乐的路上 你还有什么 是很想去做 去成功 是 其实我近年 就开始监制自己的歌 这个是我很想去成功的 是 那另外我很想 出黑膠碟 因为我没有出过 个人的黑膠碟 是 Echo 是 之前有计划过 但是疫情有一些变化 所以就 推迟了 是 那现在希望 未来也可以做到 今天非常开心 听到Amanda和我们分享 这么多 多谢你 希望在 你的音乐 你现在监制上的工作 还有你演艺 还有你的家庭 都可以一直这么开心 这么幸福 多谢 多谢 Thank you Amanda Thank you Thank you